坏球还是好球 只要是球你在运行当中 才判没有举手 队员没有提前举手的话 这个球应该是按照正常来算的 所以当时还是判了我得分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他这球 他发完之后你挑得很快 挑完球已经落地了 他才开始去争这个球 那时候已经是太晚了 我稍微有点小内疚 因为球的确坏了 不过咱们中国运动员 就是从老一代的开始 在场上对于这种有争议的球 还是很有风度的 这种世界比赛决赛 这个是性命交官的时候 如果不是特别的违反常理的话 那就也不去特别的强调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了 这种落点拉得真标端 它这个举访的动作 这个做得比较好 这是也是算我的特色 给拉球的这个落点控制 那逐渐把比分追了上来 打成了9比8 这届37届视频赛 除了您的这个女单的决赛 还有没有对你来说 就是在这么长时间以来 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37届呢 就是像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场次啊 或者是蓝丹啊 或者是您在这个前面那些比赛 还有没有遇到特别惊险的 一些场次 我自己比赛没有碰上什么特别大的对手 然后37届我就记得 蔡德华有一场分 对 打的是一场紧张 和瓦尔德内尔曾经打出了30比28的比分 后来是多年以后王涛和埃罗瓦 才超过了他这个记录 31比29 这个记录的确挺难破 因为这个蔡德华当时打球的时候 像一头巡视一样 他就特别爱出汗 满头的头发传到个粒在那儿 然后打完一个球 绕场半周 拼命 拼命特别速 拼命三郎 然后他那个动作呢 幅度也特别大的 打球特别好看 然后他那个拍子那个时候还能到 一直是转导板 所以这个 这个球赢下来真的是不容易 蔡德华当确实被称为 这个出生牛都不怕虎 这个一种小老虎的精神在场上 对他来说很困难 因为当时他明知道是最后一次能够登顶 接下来为了他的这个规则都改掉了 就是必须要不同覆盖物球板才可以参赛 对 不同颜色的覆盖物 就是这个时段 就是从9比6 6比9落后 然后打成了10平 这几个球好像 对方一下有点乱 有点乱震脚了 乱震脚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经验丰富一点的时候呢 可能就处理球比较冷静 你这种想肯定能咬住他 他的压力就大 毕竟你冷箭一局了 13比11 接下来就有一个被称为最经典的这个 一个球要出现 放高球 第二板 第三板 第四板 反手放 第五板 继续兜 第六板 他也不敢打了 打得很轻 第七板 继续兜 第八板 还有 十一板 又轻的了 十三 还是轻的 哎呀 一共16板了 着急了 十六大板 虽说这个 您刚才一再讲 梁英子这球扣的力量不重 但是能够把这球连续放16板 并且在这种决赛当中 我觉得也是一种 一种天赋 我觉得这种天赋 这种手感啊 在一种灵气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还能够表现出来 这个中间有不少的反攻的机会 我还是有点保守了 当然他最后自己打丢了 如果他没打丢的话 我错失了很多的一个反击的机会 反攻如果找不好位置的话 可能会失误 所以这个时候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球 也是奠定这整场比赛 胜利的这么一个技术 这个球 刚才那球 如果输掉的话 就比分一下子又拉回来 对 我觉得这一局啊 从9比6开始 梁英子啊 就打了就很乱了 已经 你看刚才你那种高调球 他侧身拍 处理球明显没有前面那么合理 好球 这后面一路就顺风顺水 估计也是那个高球打丢了以后 一下子心里有点崩溃了 您这时候怎么想的当时 蹭蹭追击 这个时候 像打他这种锄 毕竟还是年纪轻嘛 这个时候 把他骗倒是很容易的 不过这也是您第一个世界单打冠军啊 但是我认为我的技术 我的战术 女子当中 我认为自认为是 在当时情况下 绝对是世界第一 嗯 当时36届单打没拿下来 我也不担心 我认为两年以后 肯定还是我的 还是你 四年以后还是你 四年以后没想那么远 至少知道这个37届 该我呢 而且我有这个实力 大赛打成这样的比分 基本上就很 也很难追了 已经18比13 现在是领先5分 现在看看我那时候还挺灵活 而且你很显得 显得很人很清秀 很自信在场上 现在我作为一个管理者 现在就知道 坐在下面的人 这个时候心里 肯定已经松了一大口气 是 彻底的拿下了这场比赛 也获得了37届 世界平衡树锦标赛 女子单打的冠军 您当时内心是不是特别激动 特别激动 想跳 想叫 也想掉眼泪 但是都不敢 因为当时的这个形势 就不提倡运动员 特别张扬 含蓄 我已经够张扬了 所以这个时候 愣控制住自己 谢谢